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 我们今天观念菩萨圣诞 武功到此圆满 请放掌 刚才也跟大家报告 悟道接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观念佛学会二十年 今年二十年 我们第一次办一个简单的法会 这个也是常识 因为平常我们镜中都是以大佛妻为主 那么这个其他佛菩萨的圣诞 我们就在镜中就很少羁绊 那么现在我们镜老和尚 在国际上提倡这个多元宗教多元文化 所以以前早年在新加坡 印尼 马来西亚 澳洲 现在呢 最近这些年到欧洲 英国 法国 德国 这些欧洲国家 提倡多元宗教 在联合国教科的组织 编了一本神爱世人 各种宗教的经典经法都编在这一本 然后他老人家也讲了一部分 那么其他的宗教活动 那么我们镜老和尚也有去参与 这个伊斯兰教的 天主教的 基督教的 道教的 甚至这个印度 他有在新加坡有的兴都教 印度的拜佛教等等 在新加坡以前是九大宗教 现在听说现在又多了一个十大宗教了 这个是在他们政府合法的一个宗教的 所以也参加了很多宗教的庆典 那么我们国门 这个镜中都去参加其他宗教的庆典 像在图文堡 他们也过圣诞节 叮叮当 叮叮当 在过那个 现在呢 如果我们佛教其他菩萨的节律 反而我们镜中也不来一下 人家佛教界也会觉得很奇怪吗 大家说是不是啊 会不会这种感觉 会喔 我们没有感觉啦 我们佛教圈会有感觉喔 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一块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补充的地方 所以你看现在佛教会啊 他们有办活动 我都会参与 我自己没有空也会派来去参与 下个月他们要办活蛋节 我没有空也会请光学文法师代表 我们去打灾去捡钱 那佛教会啊 我们照这个常理讲 我们也应该要尊重嘛 你自己佛教你就不尊重了 那这个人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嘛 所以这个像我们佛誕节 也是要一个庆祝活动 那当然佛教的佛菩萨节律非常多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说 一个一个都来办这个庆祝活动 但是也都有列出来 那么一般有一些比较 一般传统的试验啊 他们也都有办 像再过两天 我看那个日历上写的 普贤菩萨圣诞 文书普贤啊 那也是 这个庆祝啊 关系很大的 那这个就算各地方的阴廉啦 各地方的阴廉 那我们有阴廉就是大家 这个来 办一点简单的活动 如果没有时间啊 那我们也知道啊 有这个节律 知道这个节律 那这个是我们大家要一个理解 大家要一个理解 所以这个在阴光大师文操精华录里面啊 阴光祖师是我们敬宗十三祖 他是一身提倡 让念佛求生进度 那他有一方面啊 也欠同修 坚念观音 就是救苦救难啊 你有急难啊 像释迦摩尼佛在《无量寿经》 在《观无量寿经》讲的 就是特别有灾难的时候啊 多念观音 那么当时 当然有很多 跟随阴光祖师的念佛 连流啊 就有疑问啦 那师父你不是都叫我们念佛求生进度吗 那现在为什么 有急难的时候要 请我们念观音菩萨呢 难道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不慈悲了吗 就不来救我们了吗 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疑问 我想这个疑问大家都有 不是只有阴光祖师 在大陆那些同修有这个疑问 我们现在这样 听看到祖师这么提倡 你会不会有疑问 你也会有疑问啊 那么祖师就回答了 就是说这个 如果你一心念佛 当然念佛都能成佛啦 他还不能帮你消灾解难嘛 那没有这个道理 但是映主在文操讲啊 他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 他就要有疾难啦 他说他是佛啊 他都欠人家念观音啊 就是观音菩萨他代表这个大慈大悲啊 大家去求他 那像专查三二月报经这个 坚静静静菩萨提出末世众生 业障这么重怎么办啊 那释迦牟尼佛他说这个问题你去请问地藏菩萨 他这个是专门度那个业障最重的众生 地域众生 那佛他没有说这个问我就可以啦 不用问他们 所以佛为什么要这么讲 也就是说 每种佛菩萨他有发的愿不同 针对众生哪一方面发的愿不同 所以佛释迦牟尼佛他没有说 我也能救狗救烂啊 你们通通不 其他通通不用念啊 念我就好啦 我也不输给他们啊 是不是这样 你看啊 什么叫佛 成佛了 心就是平等的 所以在参查三二月报经 这个坚静静菩萨说 世尊啊你是大智 那你为什么自己不说呢 那要请地藏菩萨说呢 那佛就告诉他了 就给他提醒了 你陌生高下小 你不要佛高菩萨低 不要这种想法 这个心就不平等了 你看我们无量寿经的经题 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你有这个分别啦 你心就不平等了 所以坚静静菩萨明白了 就是请教这个时候 心平等啦 请教地藏菩萨啦 所以成佛 他不是说我比你高 那个是凡夫 不是佛啊 佛没有这个念头 佛没有这个念头 那四项都还在 是凡夫 没有 佛心平等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那么有一些同修也讲啦 有练佛习惯了 要练观音的不习惯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练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也会加持你 他也不会怪你说 你没有练我不理你啦 他也就不是菩萨啦 大家懂这个道理 如果你可以 那你就遇到佛在无量寿经讲的 《观无量寿经》讲的这样的 尖念 如果你要一项专念也可以 这个就是佛也是告诉我们这方面的 那么特别就是说我们自己以外啊 还有一些自己的家属啦 亲友啦 一些还没有学佛的 甚至学佛他还没有真正在修净土法门的 这些大众 那么 欠他们念观音一般比较容易接受 一般啦 你欠他念阿弥陀佛 他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会认为说 那个就是快往生的人在念的 以前啦 我在家的时候 我父亲他就这样 我去听经啦 听老婆上讲净土经典 那个时候早期念佛西刚出来 我就买了一部回去放 我爸爸就给我讲 你是没了不没 那什么时候在念的 你怎么知道 我就还没死的就在给他念 他听到那个他很忌讳啦 他以为他就看到 人家都快死的时候才念 他说我都还没有要死 你就一直念 是不是希望我赶快去死啊 我爸爸他就是这样 我都还没有要死的你就在念 他问我懂不懂啊 你懂不懂 所以有一年这个 台北情媒华藏佛教图事馆 这个法律顾问 萧律师的太太 他的公公要往生 在台大医院 八十几岁啦 问我怎么办 我说练佛啊 求神净土啊 就拿了一张阿弥陀佛像 就挂起来 挂在他的卡尾 看那个佛来接眼 第二天他来给我讲 我公公看到佛像 生起恐惧心 非常害怕 那我们可以理解嘛 看到那一张就是代表我开始啦 他还不想死 问我怎么办 我说那换一张好了 我就拿一张观音菩萨的像 我说你换这一张 然后见他念观音菩萨 这个消灾免难 保佑你病赶快好 第二天那一张拿去掉 他心就安了 就不恐惧了 所以观音菩萨呢 在任言经 观音菩萨尔根连通章 法华经的普门品 观自在章 都有讲到 他是师无畏者 不失众生无畏 众生有恐惧啦 不安啦 那种状况啊 这个 趁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帮助他 心安定下来 远离恐惧 变倒妄想 所以观音菩萨有一个 外号叫 师无畏者 不失无畏给众生 这个是 所以我们接引一般的人 用观音 大家比较能接受 他还不了解 念佛 的功德利益 那用观音先接引 那接引进来 他明了了 他念佛 他就不怕了 知道念佛的好处 也是一个方便 那么这个都在个人 所以这个 观音菩萨呢 他是阿弥陀佛的助手 我们可以理解 你看啊 有些人他们先把他接引入佛门啊 然后慢慢再引导他来修净土 回归到净土 他就不怕了 这个所以为什么要西方三圣 这个佛也需要助手 需要助手 所以这些我们也要理解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都没有冲突 所以个人自己的习惯 都可以 都好 那么我们佛弟子啊 是依法 依法不依人 那么不管什么人 他个人有个人的根气 个人的因怜 那个不同 那个我们都尊重个人的情况 但是我们总的方向还是要依经典 经典佛有这么讲嘛 那我们不能 总不能去反对佛嘛 跟佛抬杠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这些道理啊 我们都要明了 都要明了 这是我们这个庆祝观念菩萨圣诞啊 为什么翻念菩萨呢 订给什么生得度 他就献什么生而为说法 所以献身 为什么献身 献身就是说法 那说法 有三轮的说法 身 身轮说法 这个身体 动作和说法 手势 这个手印也是在说法 现在叫手语 那也在说法 口 这个口轮说法 意啊 观想 意轮说法 你要想怎么样去帮助众生 意轮说法 所以这个三轮都说法 所以说法才会从明信 导入真信 从真信再导入深信 从深信再导入真信 所以这个信也有四个阶段 那你不明了的时候啊 我们就信了 这个叫明信 明信当然是最多了 但是众生啊 好像你一下子 用真信去导入好像不太容易 所以方便 接引 从迷信进来 那么从迷信进来 到后面会引导他入真信 真信 真信 因为他迷的对象是觉悟的 觉是破迷的 如果他迷的对象也是迷 那迷上就加迷了 但是他迷信佛法也很好啊 因为佛是觉悟嘛 他会引导你从迷到觉嘛 因为你迷的对象他是觉 他不迷啊 是我们迷啊 佛不迷啊 佛是印度化啦 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智慧的意思嘛 觉就是要破除迷的嘛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那就没有迷信啦 就是正信啦 正确的信仰啦 所以说法 观念菩萨大家念普文评很多 但是了解的人不多 说法是什么 说是什么 说明嘛 我们现在讲开说明会啊 说啊 法是什么 理论方法嘛 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说明 跟菩萨先生是说明啊 我们修学的理论方法 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 你要做什么 跟你说什么法 你要当医生给你说做医生的法 你要办政治给你说办政治的法 你要做生意给你做生意的法 哪有迷信啊 没有啊 但是你不说法 那当然就变成迷信了 那迷信也 也很好 反正他 愿意来拜啊 总有一天会让他明白 他就被迷信走入正信了 所以这个观音菩萨你看啊 这个在台北市这个办这个观音的 主要的庙啊 万华龙山寺 主供的就观音 观音 那那个龙山寺也是很热闹的 那现在我们台北县 现在新北市啊 我知道林口竹林寺 那一间也是很古老的 大概也跟万华龙山寺差不多啊 都是清朝时代的 那我的俗家家乡细子 有一个观音庙那个比较小 2月19、6月19、9月19 晚上通宵啊 大家都上去拜啊 拜观音 那么以前啊 那个观音庙啊 是在家人在那边管理 那个当地啊 社后那边的一些 当地的居民啊 他们去拜的 所以那个观音菩萨很灵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啊 蒙经来轰炸 观音菩萨的化造一个女子 用那个裙子啊 去结炸弹 炸弹就不会爆炸 所以大家都去拜啊 这个 所以 香火很精神 庙是小 但是香火很精神 但是呢 他们当地的居民啊 不是拜树的 什么鸡啊 鱼肉啦 小孩做麻花啦 什么麻油酒 什么鸡通通上去啦 都拜婚的啦 跟一般拜神一样 他们不懂啊 他们不懂啊 听我外婆讲 那个秀兰啊 那个 他的朋友啊 是出家啦 然后 人家请他去那边当主持 那个时候 还改成出世的啦 因为他们不懂嘛 他们也是一边的诚意啦 所以像鹿港龙山寺 那次是更秀 三百多年 鹿港龙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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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在台湾这个 观念庙 很多啦 那么在大陆呢 普陀山是 观念庙的主庭嘛 在那边四县 普陀山流离四界 就在那边 四大菩萨 观念菩萨在浙江省周山寺 这个观念菩萨的道场 那么那个观念菩萨的道场是 在唐朝时代啊 日本的和尚啊 来三西五台山啊 学习 那么他 偷偷地请一尊观念像啊 要回日本 走到周山那个地方啊 海上啊出了很多铁连花 他那个船不能过去 他就 知道啦 可能观念菩萨要留在这里 所以在附近啊 在那个岛登陆 在那边盖一个小庙 就把观念供在那边 后来他回去了 他船才能走 所以现在呢 有去普陀山朝山啊 就 有一个地方叫不肯去观音 所以那个普陀山那个道场 那个樱廉是 这样啊 成立的 是那个日本和尚啊 去五台山 请一尊观念像 要请回去日本 走到那边啊 船不能坐 所以 留在来 后来行程 就是他知道菩萨要在这个地方 要在这个地方世界 那菩萨呢 也不是没有去日本世界 就是在 也是在渔村 你看周山都是渔村啊 抓鱼的 在日本啊 潜草 那个地方以前也是个渔村啊 就是有灾难 观念供 有一个渔民啊 简直一根小的观音像 那个地方啊 是成立现在那个东京 潜草观音 所以我每次到东京去 我都会去拜观音菩萨 那个东京潜草观音 那 不要说节日啦 平常就人山人海 这个 国际的观光 理由啊 重点啊 那年轻人 那年轻人特别多 那日本的学生啊 很多去拜观音 我看的也很好啊 反正他迷信 反正他愿意来拜都跟他结言中山歌 那些日本的老师啊 都会带高中的学生啊 中学的学生 小学的学生 有男生 有女生 那我看到那个学生啊 他们上那个香啊 在外面香炉 擦哪个香 他就一束的擦来香 那他们日本人都是 那个香烟起来 那个烟这样快点拨来 拨来辛苦了 把他拨过来 那我去上香啊 我就携他们这样 把他拨过来 加持加持 那么 日本人啊 信得比我们迷耶 万一地藏他们拜了很多 阿弥陀佛也 很多啦 净土宗的 各宗各派都有 他从中国斜过去 全部保留下来 那个地藏菩萨 有的时候地藏菩萨呢 被摸得全身亮晶晶的 我说 他说你头痛啊 其实摸他的头 你头痛就好了 你脚痛了 去摸他的脚 那脚就好了 那当然我们听起来 是一个迷信 但是 应该也是有人这样好的 所以 还会很多人去摸嘛 但是 不一定说每个人都有 同等的一个效果 因为个人的诚心不一样嘛 如果他是真心诚意求菩萨加持 那真会有感令喔 虽然是迷信 他也会有感令 因为他是真诚心嘛 诚者灵嘛 如果说开玩笑的 那当然没有感令啊 好像一个人要跟你做生意 那开玩笑了你会跟他做生意 他也没有成意啊 你做的 没办法去跟他做嘛 那他有成意 彼此有成意 那就有 这个生意就能成交嘛 那我们求菩萨感令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你有成意啊 你不相信了 这个好像好玩的 那个当然没有感令 如果很恭敬自成 不要说自并喔 成佛都能达到啊 所以这个佛法在恭敬中求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我们要懂 所以这个日本拜观音的很多 我也遇到一个日本的女子啊 一个女众啊 不是出家人啊 在家人 很久了她也拿一张名片给我 她给我说他们 她们那个道场 专门在全世界 凡是有观音庙 她们都去拜的 全世界 全世界凡是有观音庙 她们都去拜的 她们是修那个法门的 是拜观音庙的法门 她也是一个法门 那这个 要来拜佛菩萨啦 正信迷信都好 反正到最后 都会给她导入净土 同归正觉 所以迷信也不怕 怕的你 你不来 只要肯来啊 佛就有办法 来帮助这些众生 甚至排斥的啦 毁棒的啦 她碰到了阿兰也是 也跟她冲个善根 到最后啊 她还是善根会成长的 她一年成熟 你看我们早上讲的二十八品 何时得度往生 每个人一年不一样 一年到了她自然就成就了 因为一切众生她本来就是佛嘛 那将来当然都会成佛 这个理论基础就建立在这个上面 好那现在是五灾时间 那今天我们就 先简单啦 庆祝到这个地方靠一个段落 那么下一次啊 六月十九、九月十九 我们再研究了 再来做一个仪式 祝大家 万年菩萨圣诞快乐 发起充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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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